财运好不好,通过自身的努力还有就是身边的事物帮助,而生活里哪些的植物可以帮助到鼠蛇的人更加好地提升财运的? 一,有哪些植物忘鼠蛇人? 其实对于鼠蛇的人往往在财运里,在一生里都会不错的,但是却有很多不善于把握好的一切发财的机会,容易导致在自己的事情上容易犹豫不决,在有时候都是有着虎头蛇尾的地步。 所以总会有着失去赚钱的机会,如果是选择对的植物去养,那么不仅仅会让自己的身体有着健康,而且能够提高自己工作的效率,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很幸福很吉祥起来,夫妻之间是很恩爱的,所以说会有着绝对好的财运。 铜钱草,其实铜钱草的话都是能够净化到空气的,而且对于一直以来都是被认为到财富的象征,因为铜钱草的叶子都是圆圆的,都是会很像古代的时候铜钱,所以也是寓意着团团圆圆的意思。 从绿化去看,或者是从象征的寓意去看,其实对于鼠蛇的人来说都是很适合的,而且会给到鼠蛇的人带来到很好的风水的。 而且对于鼠蛇的人如果是在窗前里养着一些铜钱草,可以帮助到自己提升到财运,而且会让自己的分析能力更加的强起来,让自己做事更加的有果断的。 二,有哪些植物望鼠蛇人?因为鼠蛇的人都是属于四五火,而在花卉上都是很适合到紫色的或粉色,又或者是红色。 记住,最忌讳的就是黑色,而且如果是在盆栽的数量上都是很适合到二盆或七盆,在花卉上的选择,其实也是可以选择文竹、龙穴树、口红花、发财树、铜钱草、肉桂,或者是鸭角木等等这些的。 而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倒在生活的植物的,可以给鼠蛇的人带来很好的运势,而且对于自己的财运提升都有着很好的帮助。 即使鼠蛇的人在财运里都是一直不错,但是也是会容易导致不懂得把握好机会让自己变得犹豫不决,而在这个的时候都是很适合到一盘适合望自己的植物去养殖。 这样的话会很好地提升财运和自己的好运的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古人有言,喜即而泣,乐即生悲。 当人开心到极点时,那他就会流泪哭泣。 当人快乐到极致时,悲哀将会不期而至。 这人世间的一切事都逃不过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。 有些时候,好事不一定是好事,也有可能是坏事的开端。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。 坏事不一定是坏事,也有可能是走上坡路的开始。 所谓获惜福之所以,福惜获之所福就是这道理。 古时候有一位书生,考试多年,依旧无法登科极地。 等他上了年纪,终于考上了,他特别高兴,就喝了不少的酒,最后乐即生悲,无虎哀哉了。 如果这位书生没有考上,那他也许能长命百岁,只是人生比较平凡罢了。 可就是因为他考上了,乐到了极致,悲剧就降临在他的身上了。 生活永远都是公平的。 你拥有了什么,那你就会失去什么。 也许,你失去的是钱财,他失去的,却是人生。 当你身边出现这些喜事,该警惕了,再有面子,其实也是衰败的开始。 一,登临高峰的时候,要小心了。 苏氏有言,高处不胜寒。 越是攀登到高峰,越是感觉到寒冷。 这种冷,既是山峰之冷,更是处境之冷。 也许,后者的冷,更胜前者。 有这么一个故事。 故事后有一位宰相,被皇上赏识,就被提拔了上来。 因此,朝中的大臣都来恭贺这位宰相,说他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,要为同僚多说些好话。 就在这些小人的阿谀奉承当中,这位宰相愈发变得不再理智,说话也容易得罪别人。 同时,他的门客越来越多,势力越来越大。 有些不怀好意的人,就把这些事密告给了皇上。 皇上知道后,就在龙颜大怒,以阴藏死事的罪名将他打入天牢,不日问斩。 人的位置太高,就会身处于风口浪尖处。 这风口浪尖,会成就一个人,同时也会毁掉一个人。 二,突然赚到大钱的时候,要小心了。 永明人说过,善用财者,纵使财多也能自保,不善用财者,纵使家财万贯也会杀身。 清朝末年出了一个胡雪岩,他的经商能力可谓是一流,从小学徒到大老板,白手起家,简直就是别人眼中的励志榜样。 胡雪岩的母亲金太夫人特别理性,她看到儿子赚了那么多钱,就警告儿子说,你赚了那么多钱,要小心啊,这些大财快害死你的。 胡雪岩也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。 后来,胡雪岩做到了富可敌国,但他也被李鸿章盯上了。 李鸿章看到胡雪岩不是自己人,就把他给整垮了。 有道是钱多可杀身,赚钱越来越多,表面上看是好事。 只不过,当你的财富被人知道,或者被有心之人盯上,那你就会惹来一大堆的仇家。 穷人只会为了吃饭而烦恼,而某些有钱人则会为了安身保命而烦恼。 也许,稍有不慎,他们就会掉落到深渊当中。 三,日子过得特别顺,毫无阻碍。 俗话说,事出反常必有妖,人若反常必有鬼。 事情过分反常了,那他就算看起来是好事,最后也会变成坏事。 做人过分反常了,那他就算当下过得很安稳,未来也会遇到大祸。 每个人都希望人生可以长长久久,顺心如意,一辈子都无灾无难。 这种想法,到底好不好呢? 从表面上看,这肯定是最为美好的期望。 可是,一旦这种期望实现了,那我们就该注意了,所有的顺畅和安稳都是大祸将至的开始。 孟子说过,入则无法加毙事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王。 然后吱声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 人,太顺了,没啥阻碍,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刻,碰到无法应对的意外,人生一下子就变得黑暗了。 所谓大祸专找安逸者就是这个道理。 四,为人太精明,凡事资诸必较。 《红楼梦》中有这么一句话,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。 精明之人,能够把算计这件事做到极致,胜人一筹。 因此,精于算计的他们,就把这些事当成是自己的荣耀,认为机关算尽才是聪明人。 谁知道,人再怎么会算计,也算计不过老天。 所谓人从巧计夸伶俐,天字从荣定主张,就是这个道理。 人哪,再怎么聪明伶俐,再怎么机关算尽,在老天面前,也都是小儿科。 纵使人有万般算计,也抵不过天之一算。 岑石强教授说过,聪明人吃老诗人,老诗人吃老天爷,老天爷吃聪明人,从而形成了这世间的循环。 万物皆是相生相克的,无恒强,无恒弱。 往后余生,少算计,多装糊涂,才能让自己处于可守可攻的位置,立于不败之地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